這個交保這個金額 肯定是有事啦 通常我們的經驗 交保超過20萬一定有事 超過20萬 不過當然要代表高宏安 提出抗議 高宏安助理隊總額才60萬 結果交保60萬 對 他目前還是這些交保人裡面最高的 邱莉莉還50萬 結果這個議員聽見了 謝龍介講 價碼到一個人1000 結果交保才50萬 不過我覺得最近有兩個事情 減掉的動作都蠻大的 第一個是高端 可是高端那個比較明顯 給人家感覺是雷聲大 雨點小 就是想要結案 就是說對人家講那個股價波動 異常波動等等質疑 你總要做個回應 而且這個案子排隊那麼久了 你不辦也不像話 高端交保也沒有到60萬 那我估計也是對一些裡面的公司的職員 做小小的追究 政府人員根本一個都沒碰對不對 更不要說是不是有那個內線交易等等 那根本查不到 那這個案子是因為選前就已經議論紛紛了嘛 又傳出88槍 所以我坦白講我是覺得有 有人覺得像賴清德他15號就選上黨主席了嘛 賴清德不面對台南這個個案 坦白講也很難站起來啦 這會一直根根他到2024啊 因為你民主勝利變成黑金重地 對 你不做一點策辦策查 你怎麼交代啊 所以我相信我們的檢調跟上書大人一樣都很機靈的啦 就覺得說大概是時間到了啦 也該出手 因為很多事情絕對是真的啦 像他這麼多路 而且訓問那麼久 手上一定有資料 所以一個一個對嘛 那交保還有一定的金額 要有的就直接積壓 所以一定有事啦 那只是我們不知道他會辦到什麼程度啦 我認為會在蠻快的時間之內起訴啦 那你就會看到他決定辦到哪裡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在幫賴清德的忙啦 這上高端也是在幫賴清德的忙 廣義講 就是說這個就是一個弊案啦 那這個反正過去就過去啦 那2024民進黨立委也不想扯這些啦 所以那台南市民進黨六個立委 對 也希望這個事情趕快有個段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基本上覺得是在做結案動作 那往上追不會追太深 那可是會處罰 處罰你看得到的那些人 那看不到的人大概也不會追究 所以對 亮跟巨長說這個關鍵 因為我們看到我剛剛特別提到 在他地方收出了這個神秘800萬的 這個關鍵人中間人 楊志強他都被放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尤其網友呢 這一片嘩然大家都說 那他都被放了 那只要大家都說不認罪不認罪 你這個案子能夠辦到哪裡 最後還不是大案小辦 對 那個千尾我跟你講 比如說在議員投票期間 有17個人申請隨護嘛 對 那你到底被誰威脅 對 你要不要問這個 那這個盧渣案前後累積的資金 高達21億 那我聽說有些人拿到了錢 就直接去現金買房 這在台南還真罕見 這個事實上絕對查得到 絕對查得到 比如說有誰去現金買房 也許不是議員本人 可是透過三等親啊 現金買房 這個怎麼會追不到 所以我就說 因為我已經講到這個程度了 我不相信檢調不知道 那只是說他要不要下去查 把那些名字一個一個挖出來 比如說我講的是總數嘛 我知道有17個人請隨護 那有人現金買房 那這樣你還不查嗎 那可是你要叫我講名字 我也講不出來 因為我沒有金流啊 我沒有辦法去調查建設公司啊 對不對 那謝龍介也不能夠講得很直接啊 他只是說大家一直在跌價嘛 兩百萬三百萬 最後跌到一千萬 那如果投給對方還可以拿兩千 那如果集體來三票變成五千萬 一大堆亂七八糟 這個我相信檢調都知道啦 那就是看你要查到哪裡 那當然接下來就是賴清德這一邊 他當然黨主席之後他 這個中平會就要做重手啊 一定要開除相當一批人啊 可是可能就是以浮上檯面的資料為主嘛 就是這樣 好亮哥議長邱莉莉50萬交保之後 整個人失聯了他沒有來到議會 那服務處的人員也聯繫不上他 那邱莉莉我們知道他就是賴清德的人啊 那之前賴清德不是還牽起他的手 然後說議長就是要投自己人 那現在賴清德在昨天晚上也表態了 他說有證據的話 該關就關 邱莉莉的部分怎麼處理 我跟你講這個問題 因為地方制度法是規範縣市長 並沒有規範議長 所以議長理論上也是要三審定業 所以我講白了啦 他一審有罪 他還是議長 你知道我意思 就尷尬之處就在這裡 那民進黨要不要處理 對 那這個當然就考驗賴清德 那事實上 那個我記得你 我記得那個時候也 周旋了很久嘛 就是 反正議長的 要直接用貪污治罪抓去關 那個時間都會拖滿場 好 那可是問題是那時候總統就選完了 對 所以真的就是考驗賴清德 那賴清德可能會全身而退嗎 因為肯定 不會 我覺得很難 我有一部分其實跟正亮看法是一樣 但我有一部分我的看法 可能不是那麼樣子的相同 首先我說 邱莉莉被交保這件事情 我認為絕對是有事 我不是看金額 我也不是說這個多少錢以上 一定有事一定沒事 而是說以目前執政黨是民進黨 他又是民進黨剛剛選出來的議長 然後檢調單位 然後一直到法院居然敢說 你是被告 然後而且要求要交保這件事情 我就認為是有事 因為否則的話 背後的政治壓力 所以理論上來講應該很大 甚至可能無保 對 我可以無保賜毀對不對 所以 檢調單位 以及法院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他們是有很大的權限的 那如果說在 你那麼當朝有權有勢的人 這跟就跟你若是在野黨 那可能又另當別論 因為法院現在看那個上面的臉色 實在是 不能講法院啦 就檢調機關 你看上面的臉色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經歷過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感受應該很深刻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在野黨 那我今天我要辦你 我可能還辦給上面看 上面很開心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執政黨的話 我要辦你 我還必須要考慮說我的長官會不會接到電話 會不會有關切電話 所以如果我沒有紮實的證據的話 我應該不敢這麼做 而且這裡面交保的交保 然後收押的收押 最重要的是前中職委 郭再卿都收押了 然後呢 前台南市黨部職委 然後這個楊志強 林士傑 林士傑是被這個 林士傑是被這個GT這樣子 然後呢 楊志強呢 也是被收押 所以他要做到這些動作 其實背後都要考慮政治因素 除非我的證據率非常的強 否則我不敢這麼做 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有事 這個是我同意的 但是你說這個是 為了要幫賴清德解套嗎 我其實比較不是從這個角度去看待它 因為最近啊 高端是大案小辦這個我完全同意 他就是要辦到這件事情結案 結案完了之後 大家就不能再談高端這件事情 可是呢台南最近的動作 不管是有關於2019年檢舉爐渣的事情 在這個時候起訴 然後到去辦陳凱玲的 這一個光電的利益的案子 然後以及現在的這個案子喔 我必須要說他如果不辦你能怎麼辦 他不辦就過去這幾年 我講盧渣好了 盧渣第一筆的監舉是2015年耶 他說不辦就不辦啊 你能夠待他如何對不對 都已經從2015年到現在7年了 2019年本來說法是說 他就是2015年的延續案 所以呢也就是要處罰了事的 那為什麼2019年不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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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三年後突然要辦了呢 然後陳凱玲又辦得那麼快那麼急呢 然後這一次這個議長的這個案子喔 其實我必須說雖然說地方上面喔 會聲會影黑腔那黑聲黑影的 可是你如果不辦他的話 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囉 我們看過去的案例其實是如此喔 因為你我們沒有就我們在談論的人 沒有一個人手上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說 這邊是有事的然後你居然不辦他 所以我比較覺得是司法單位的自保動作 就他們官方向可能更清楚的觀測到說 可能未來政治局勢上面可能會出現變化 那一旦出現變化 會不會像是新竹去查大祕寶一樣 查我檢調機關的大祕寶 到最後辦到我身上 我應該辦的案子我要不辦的話 我未來可能就沒有前途了 這是一種可能性 另外一種可能性 我趕快辦案給後面的 假設我估計會震來人氣的話 那我要趕快辦給下一個領導人看 你看我提前就幫你們辦好了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 有關於台南市議長的會選的案子 檢舉的人是有的 那你說謝榮介有沒有講 有講 可是我想請問各位 過去四年謝榮介講的案子有哪一個案子 檢調認真去辦 那過去你 謝榮介會不會被約談 不會啦 不會 就過去呢 他檢舉的案子 你都當作是這個風 聽過就算了 可是這一次你就開始認真辦 所以我覺得他們背後有 另外一種層次的政治考量 那現在還有一個狀況是 台南市的一個情況呢 他會 對不起各位我年紀大了 就很容易就聯想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你讓我面前說你年紀大了 是啊 當然是我要承認 因為我就很很快的就要想到 你不是說兄長在不掩腦嗎 是嗎 對不起 好啦 我聽我的長輩告訴我 這樣可以嗎 1994年的時候 那時候 在屏東的議長殺人案 鄭太極的案子 當時也是黑道猖獗 就鄭太極本身其實就是黑道 然後他自己是議長 國民黨的議長 然後呢他當時呢就是 因為跟這個朋友在賭場利益 搞不定 最後呢開槍直接開槍把自己把對方給打死了 那那個案子 都已經開槍了 人都死了 地方的媒體沒有一個人敢報導 一家都沒有 沒有後來後來是怎麼報導的呢 當時中國時報的記者 他從台北派記者 然後到屏東去 接著呢要回到高雄去發稿 而且還要申請保鏢保護他 他才敢發稿 而且不敢據名 那時候才能夠把鄭太極殺人案 其實那個案子 是再簡單也不過了 因為鄭太極殺人的過程 後來2000年都已經伏法了 那麼他殺人的過程 對方鍾元鋒 就是被他殺死的那一個人 媽媽是在場的 所以而且都認識 因為這兩個從小一起長大 然後一起在一起玩 然後後來做生意 所以母親都指認了 被害的人的母親都已經指認了 沒有媒體敢報導 就是當時的情況 那麼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有一點點類似1994年 那個時候的屏東 那時候後來民進黨就說 哎呀你看 屏東變成了國民黨黑道的故鄉啊 然後最後來才 整個的掀起了民進黨 一連在這個屏東 就連續執政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就是大家受不了 我覺得台南現在的情況 比較像那個時候的屏東 那你說這件事情 會你辦到了 比如說某一條線 我相信他們有底線 根本不會穿越那條線 他們有紅線 他們不會踩過去 可是辦到紅線就不往上辦 或者不往前辦進去的話 你說社會的討論就結束了嗎 不會 我認為他的政治效應 媒體效應才剛剛開始而已 我不太認為說 你這麼荒謬的一個包含了黑金的 不是只有用錢會選而已 而是最重要的是 你有很明顯的黑道威脅的一個案子 你說明年這件事情就結束了嗎 我不太相信 它會一直的成為選舉當中 很熱潮的一個話題 它會使得台南市的選舉行為 投票行為 可能都會出現很明顯的更動的 就像當時的屏東一樣 不過鳳馨 我跟你講 比如說郭在天他已經被 他被擠壓 那起訴我認為會很快 一定 然後一定會列出很多人 那裡面可能也會有黑道分子 是 這樣子不就明朗了嗎 是明朗了一部分而已 可是沒有明朗的部分是 那民進黨的縱容呢 因為郭再琴的壯大 對 郭再琴的壯大 是黃偉哲任內 擔組的事嗎 是 是 對不對 盧渣安是賴琴在當市長 盧渣安2015年的時候 是黃偉哲在當市長 你怎麼可能 就你這個時候 斷尾都求不了身 對啦 可是就是 就要你要提出市政 說這個案子 根本就是你縱容的 之類的 因為2015年 當時的台南市政府的縱容 這件事情 是很容易看得到 因為當時就是罰款了事嘛 沒有再繼續追究 下去嘛 才會有後面的2019 才會有後面的郭再琴 不斷的其實可以用低價 然後去承包處理 盧渣的這一個 這個情況 而且他那個時候 2015年被罰完了之後 他就另外改頭換面 換了另外一家公司 四個股東 然後大家輪流再重新 你做董事長 我做執行長 就另外成立了一家公司 然後繼續的承包 盧渣的這些相關的一些事情 繼續危害台南的農地 台南的工廠用地 這些事情都是很明顯的 他不是在 因為那是 你要知道這個 黃偉則是2018年 才開始當市長 是 那2015年到2018年 誰才當市長 來啊 對啊 所以我不太相信 這件事情能夠幫 賴清德解套 我覺得他就會 如影隨形 就像邱莉莉 會跟他如影隨形 郭再天會跟他 如影隨形 所以這件事情 顯然在選民心中 沒有辦法善聊 沒有不可能啊 又是槍 又是爐渣 然後爐渣 然後有重金屬 危害了台南的工廠用地 農業用地 這等等的事情 那都是 然後光電的利益 危害當地的 這些養魚的 這些養殖業者 這些都是民眾 沒有辦法去原諒的底線 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